11月23、24兩日 在沙田大會堂文魚廳 舉行公開諮詢大會 歡迎市民出席 屯門食水崩潑由於受到天雨影響損壞 整個屯門區40萬人口 差不多4天沒有食水供應 居民生活當然大受影響 陳貝琼,你自己住在屯門區 你有沒有去排隊拿水? 當然有,有一次我還排了5個小時才排到 就因為這樣拿水不是辦法 所有家人都搬到九龍親戚家裡住 但一些沒有搬走的居民 他們的生活習慣就完全改變了 不如我們一齊看看 今年雨水特別多 水塘的泉水都滿到捨 誰會想到在下雨的日子 還要擔著一把傘在街上排隊淪水呢? 在新傳門中心的林先生和林太太 在星期日那天排了差不多三個半小時 才輪到他們去載水 那天晚上六點到八點 新傳門中心有回食水供應 但是林先生不敢用那些水 現在這些都是咖啡來的 起碼都是咖啡 剛才有個女朋友 是嗎? 所以你說 完全不能吃 吃就簡直不行 你洗澡也不敢洗澡 用我都擔心 現在這樣看樣子 用我都很擔心 沖澡敢不敢? 不敢 洗碗 洗碗 洗碗始終都要用來吃 那些水粉黏在碗子 那些瓷器那邊就是一樣 所以林先生怎麼辛苦 都要排隊拿些水回來用 就是因為很難才拿到些水 所以他連衣服都拿出去九龍的洗衣袍洗 節省一點水 口水就拿到一包一包去洗衣服 我出去全灣洗 這裡沒有接受 樓下也沒有嗎? 樓下也沒有 樓下沒有水洗 唯有車出去全灣洗 一天車一包出去? 是啊 今天這樣就三十幾元好事了 三十幾元 三十幾元 是換少幾件衣服 都沒有的 照平時一樣 煮飯用的水都不少 林太太說 其他東西可以省 洗米就不可以省了 林太太洗米會少幾次嗎? 沒有 怎麼會啊? 即是要洗多次 是啊 吃到肚子 既然洗米不省得了 林太太唯有在其他方面著手省水 那晚他們一家六口 改用膠碟和膠碗吃飯 這些買的 用剩下 不想買的了 今天想著用這些 還有兩炸在那裏 用完才 今晚明天會不會再沒水 節省水 不用洗 林太太那晚 也是煮了不用那麼多水的菜 一家人 實行吃一餐 節省水飯 還有這些罐頭湯 真的挺好的 這些全部都是省水的 但不省力 省水 這些你們都喜歡吃的 最不敢吃 在這種情況下 最不敢吃的是哪些菜 菜 當然是菜 蔥菜 蔥菜 白菜那些 又有毒菜 又有毒菜 又要多水洗 那些感覺 這裏 既然是這樣 林先生他們為甚麼不外出吃飯呢 怕他們省點水洗不乾淨 怕他們都會 過一次過兩次 過一次過一次 過一次過一次 就是這樣 大人那頓飯就解決了 但是林先生就不放心 用排隊拿回來的水 開奶給他兩歲半大的外孫喝 他們特地在九龍區 買了十幾瓶蒸餾水 給個小朋友用 開奶用蒸餾水 煲回滾 煲回滾 開奶給他 這些就不敢給他 開奶 這些 這個住在大興村的 老婆婆 就沒有剛才那個小朋友那麼幸運 老婆婆的家人 因為上班 所以他七十幾歲人 即使有風濕腳 他要到外面玩幾桶水 回家用 雖然在途中 有不少街坊 幫老婆推過水 但是老婆呢 走起來都很辛苦 老婆住在三樓 但是沒有電梯到 老婆唯有跟小孩子 夾手夾腳 把水 逐桶逐桶拿到家裡 從小人而過 老婆婆經歷過1967年的四日供水一次 比較起來這次 屯門沒有水供應 他說這次更辛苦 四天供水一次 我的水我家有來幾個小時 我便可以再滿山 不用下街那麼辛苦 你覺得現在最慘是要下街 要輪幾個小時 輪最長是輪多少小時 三個半小時 婆婆說這麼辛苦拿回來的三桶水 其實都不夠用 水用了來洗澡和煮飯之後 都沒有什麼剩了 所以在那幾天來 她都沒有洗衣服 那些衣服堆得一屋都是 排隊拿水車的食水的人數固然很多 但是因為等拿水等得太久 有些居民索性拿消防喉的水來用 所以連等拿消防喉水的人用也不短 個個居民都想盡快拿到水用 對於居民埋怨要排三至五個小時 才可以在供水站拿到水 政務處說他們是依據每個供水站排隊人龍 而決定供水車的數目 所以在調配的時候要花一些時間 我們很難預計每一個供水站出來拿水的人數是多少 所以有時候可能某些點的人數不是那麼多 我們可能會臨時抽調一些原本去過那些地方的車 去一些更加需要的地方 進行供水的工作 所以如果中間需要等多一點時間 可能是無可避免 令到屯門區四十萬居民三日幾沒有食水供應 主要原因是上星期五受到颱風艾拉影響 屯門傾盆大雨 連食水泵房都水浸 水泵浸壞了 食水沒有辦法泵出去 屯門區議員陳文生就認為 造成水浸的原因 是由於奔房前面 現在正在進行接駁屯門和元朗的D9路工程 過去在造黃台旁邊的山溪 是可以將這些洪水帶出屯門河 但因為現在有D9路工程的關係 我們已經很明顯看到 已經將部分的明渠 這個山溪的明渠改了做暗渠 這次因為這個暗渠 就有垃圾阻塞了去水 導致水流入泵房裡面 我們現在的觀察來說 我不覺得這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屈志昂認為 泵房水浸的原因 是水道阻塞了 於是雨水流入泵房 這次大雨令到屯門區 和泵房左近的地區 有很大的雨水集中流入去 一條去水道那裡 這條去水道因為有多少雨塞的時候 就會在這樣的情形下 令到水在去水道那裡過刮出來 流入泵房 而令到泵房的機組失靈 不過陳雲生又指責水務處 事前沒有做好防止水浸的措施 我們很奇怪為何在這次一號風球掛出之後 它都未做一個防水的措施 導致到這麼嚴重的事故發生 水務處助理處長屈志昂說 就算他們知道有大風雨來 水務處都沒有辦法阻擋洪水浸入泵房 唯有靠政府盡快改善下水道的排水能力 水務處在這樣的情形下 就不能夠即時做些什麼特別擋水的措施 正如我剛才所講 其他的大閘的門口 其他的通風口 各個地方都是可以入水的 如果外面的洪水水位是高於泵房的話 我們不能夠避免這個水浸 是不是同樣未來可能再有掛風球 再有帶來很大的雨水的時候 水務處都不能再做其他事 絕對不是 應該由今天開始就要改善下水道 這次屯門水坊 確實替居民帶來很多的不便 但同時也都提醒了很多人 食水是很寶貴的 我們廣東人有一句俗語叫做 近衣不要燒枉柴 近衣不要洗枉水 經過這短短兩天幾的 食水的那麼緊張 我總覺得對水應該要很珍貴才對 一滴水我們都要好喝好聽 都要好慳好慳 在這裡 我們來看見 有個小小的火 有個小的火 雖然是個小的火 有個小的火 我們來看見 中文字幕——YK